大家好,我是Dan 韩国演艺圈又发生新冠肺炎确诊的消息了 昨天,Gordon Chai的所属公司声明 成员前向确诊了新冠肺炎 目前与前院接触过的工作人员也都接受了检查 然后,Seventeen的所属公司也在官方SNS公布 因为成员们在12月16号造访的黑小小 有确诊者来过 并与Seventeen在同一时间有部分重叠的动线 所以,虽然没有受到防疫当局要求检测 但是为了艺人与工作人员的安全 全员在今天自主进行了新冠肺炎的检测 在检测结果出炉前会居家隔离 最后就是,在17号接受检测的NCT 检测结果全员阴性 很多人应该知道 上个星期韩国著名导演金比德 因为新冠肺炎尔离是给了韩国电影圈很大的冲击 所以真的希望不要再有这种消息了 希望能早日克服疫情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才刚以20周年专辑回归的谱 因为涉嫌从日本偷孕安眠药物 而登上了热搜异味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昨天,根据媒体报道 普阿透过日本公司的工作人员 从日本得到Turpedem等安眠药物后 以韩国工作人员的名义收件 寄送韩国 而接受了检放的调查 另外在被揭发的药物当中 还包括了比Turpedem更有滥用的危险性 而在韩国归类为塔项的药品 对此SM约了马上回应 本次事件是对贸易通关 无知的海外工作人员的失误而引起的 对此向粉丝以及为此事担忧的众人表达歉意 虽然海外分公司工作人员 没有透过征设的通关手续 就将医药品寄送是事实 但并不是想要非法引进 而是因为无知而造成 普阿最近在接受健康检查后得知 成长荷尔蒙地下 需要充分的睡眠 因此在医生的建议下 开始服用了安眠药 但是却发生了头晕、呕吐等严重的副作用 所以就跟日本分公司的工作人员 也谈到了此事 而在日本活动期间 曾经与普阿一起生活的工作人员 想起了之前普阿来回美国、日本 因为时差造成睡眠障碍的时候 在日本处方服用的安眠药 没有副作用的事情 而日本现在因为疫情 能够以代理人的身份领取药物 因此工作人员 透过日本的正常手续领取了药物 并向日本邮局确认到 只要在资料中标明成分表等资讯 就能够寄送到韩国 便在附上成分表的情况下 将药品寄置韩国 但该公司人员没有注意到 就算是在海外正式出发的药品 也要在韩国事先申报 并获得许可 而犯下了这次寄送药品的失误 然后在调查过程中 事先购置了该药品是要转达给普阿 也交出了相关资料 之后普阿也是诚实地接受了调查 公司会强化对公司所有工作人员 在各方面的交易 来防止这种事情的再犯 首先在SM的声明之后 目前韩国论坛 正负面的评价大约是4比6 负面评价比较多 理由是因为有几位网友指出 目前在日本有安眠药成分的药品 是以代理人的身份是无法领取药物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又没有偷偷走不正常的路径 而是正常透过邮局寄出的 还附上了成分表 所以不应该说是偷运 从法律上来看的话 没有申告拿进来就是偷运 都附上了药品成分的话 应该就是因为工作人员的无知而发生的事情啊 工作人员因为自己担心 所以自己去领药了 况起来是十多年前外国人的处方药 然后以代理人的身份领药 却没有本人同意的话 就是违法啊 这是什么解释 道歉完显得真烂 就好像是在说 婆娃什么都不知道 都是工作人员擅自处理的 是不是有意的法官会判断 房间里的专家们不需要这么激动吧 不是 药品不适合的话 跟韩国的医生商量后换药就好了 哪有傻瓜要偷运还附上成分表 先等调查结果出来吧 你们已经送走了那么多艺人 还没清醒过来吗 先占重力吧 反正已经接受检方调查了 很快就会出结果的 SM今年到底怎么了 然后就是 不管是媒体还是论坛 都出现了非常多关于 推尼文帕邦的留言 留言大部分都是 婆娃跟帕邦的情况 是一样还是不一样的争吵性留言 另外就是 心疼可怜帕邦 以及因为那件事情 导致解散的推尼文的内容 因为发生帕邦那个事件的时候 我没有再拍影片 所以不太清楚 华语圈的网友们 对那件事情的想法 但是真的有非常多冤枉的部分 所以这次也一样 真心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 在结果出来之前 都能尽量保持中立 虽然说过很多次了 但是还是想再强调一下 口罩洗手 口罩洗手 新冠肺炎